朋友们好,我是小蜜蜂澄澄 这个是我姐大蜜蜂 这个是我外甥女小小蜜蜂 我现在在长春 我拿了这个片子来的 我是想上长春挂一个专家号 然后看看我爸这个腰到底整不整 因为我们感觉好像是 因为我个人认为的 好像是做了手术的话 这个腰怎么都不敢不做手术 然后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临江医院也是建议我们 上大医院里去看一看 所以我们就上这长春先看一看 看看医生到底怎么说 老公,你能找到医院吗 哪个医院呢 几大医院 地医院就不知道 地医院就不知道 根本不用找 我刚才我俩去看去了 给你那片子 看的话你这个其实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是还是直接手术 就是手术 因为你这个已经是这样了 你就不能什么保守治疗 你就是直接手术就完事了 但是他手术不了 手术 手术我还在肺炎就批 谁告诉你的呀 他这也不是大手术 你不手术才不行呢 没,没这儿 什么 这腰不好 你老躲得伤了 怎么这么僵呢 但是你现在吧 就是说现在那个 还可以那啥 老爷就是僵 老爷这么僵 他说暂时说有点疯 他说暂时还行 就是说 他说你这个也得尽快 我说对 那就是说 你再能养几个月 冬天再说吧 完了 但是你现在呢 就是说你得平时没事要多躺 老爷不听话 多躺就行 然后就是注意点 就是说别给药傻了 要啥的 然后 吃点什么药的 你这个用不着吃药 不是别的事 这个就是达到手术的 就是达到手术的 那个啥的 状态 状态了 你就是必须的手术 这也是小手术 也不是什么大手术 你就不用紧张 就是手完术之后 就是你还跟那个啥 正常人一样 只不过就是不能抬重物 你这个药 你现在不也是不能抬重物吗 再一个就是 你这手术完了之后 就是养一两年 你想干啥还能干 你现在压迫的 你那个屁股 就是那个叫什么 臀大肌肌肉萎缩 你手术完了之后 你可以恢复正常 对 你不耽误平常小活 但是就是抬重物 你现在也不能抬重物 你手术完了也不能抬重物 不都一样吗 你还能恢复正常人似的 你天天歪个腰 你这个就是说 完事之后 他养了两年三年的 还跟正常人一样 嗯 干啥那个家 你干啥呢 你在干嘛 你带那儿 你带那儿 打得对个人呢 你干活了 你给他关紧呢 没有 在家呢 在家坐 嗯 在家呢 我妈呢 妈出去拿捆地去了 嗯 嗯 完了就是一个小手术 我又发表多少钱 完了也不用你管了 然后到时候就是 你说 嗨大家好 你把你送完之后 咱就过来坐就完事 嗯 这样到冬天再说 嗯 这样 你带冬天再说 反正到时候我就回去了 没事 到冬天再说去吧 嗯 到冬天再说 你看 现在这样了 没事 咱有办法对付 嗯 行吧 你各家多休息吧 没事的话就请躺着 多躺着点 嗯 那好了吧 好 啊啊啊 咋的咋的 啊妈妈 啊妈妈咋的 爸爸 一会妈妈 一会爸爸 你说老爷不听话 这小孩也不听话 这小孩 你看抱抱我妈 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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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饿了我饿 哎呀 哎呀 刚刚和我姐和我姐夫 从医院出来 我们家这个不是养蜂吗 这个季节就是不能离儿的 那个季节 嗯 也没有办法 也不可能把这个蜂子 一下都卖的 因为家里毕竟还是 没有什么任何经济来源 只是养蜂 我们家 就是种了点地 那就是平常自己 自己家吃点 捞个贱命了 或者是喂个鸡啥的 吃点 我理解我爸的想法 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嘛 但是现在这种状态 就是跟医生咨询了一下 医生说可以 可以再就是那个意思 往后演一演手术 可以就是到冬天了嘛 浓忙过后了 然后空出时间来 再去做这个手术 但是这个期间 就是让我爸 尽量是得休息 腰是不能抬重物的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状态了 看看吧 我的意思是多多问几个医生 然后看看 想法是不是统一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案 我现在是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到这个情况了 如果其实在这块医院的话 保守治疗 他会告诉你就直接保守治疗 他会选择 告诉你保守治疗 还是手术 但是呢这种情况 已经达到手术的目的 就是 他继续就是手术 然后我问了四遍 医生说我回答你四次 没有别的方法 对 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已经到这个 你啥了 这个状态